全新们放寒假了 家长们会担心孩子沉迷在网路和3C产品吗 希望爱基金会和彩虹天堂协会 在永平中学举办新媒体营 不只要帮助孩子们正确运用新媒体工具 更要成为有品格的领袖说对的话 预备 冲刺 大队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往前冲 不过仔细看 他们手里拿的接力棒居然是一只手机 因为这场比赛没有裁判 全靠手机里慢跑APP 记录哪队跑最远定输赢 一群人围着手机唱歌 这一个卡拉OKAPP 直接帮你听谁唱得最好听 幸万爱基金会跟彩虹天堂协会 还有永平中学 一起合办新媒体领袖营 让孩子从滑手机当低头竹 学习怎样更好的用手机和3C产品 成为改变世界的社群领袖 平常他们可能比较关注在课业上 那这些同学其实活动的合作能力上 我觉得是一般课堂上很难见到的 那这样的能力其实我觉得是反而更 透过活动更重要 不过要成为领袖可不只是会新媒体工具就好 品格更重要 所以大家不只得努力争取荣誉 比赛后也一块主动收拾场地 从小事做齐 记者陈翠兰 曾英春 新北市报道